吉隆坡当地时间31号 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发布声明说 东盟共同体当天正式成立 这是东盟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阿尼法在声明当中说 愿景文件东盟2025携手前行 为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 东盟共同体未来十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